纽约市华步一座大楼 周五下午发生三级大火 至少三人受伤 大火发生于周五下午2点37分左右 地点位于华步雾街47号的一家领品店 Citizen App视频可见 现场火势猛烈 冒出大量浓烟 有多辆消防车到场 纽约市消防局在一则推文中说 消防员使用现场所有可用的资源来扑灭一栋多单元建筑物中的大火 消防队员随后表示 一楼的大火延伸到二楼 三楼和四楼 而地面一楼和二楼的大部分火焰已被扑灭 现场警方表示 两枚人士在大火当中受到轻伤 并在现场接受紧急医疗救治 消防员其后证实 另有第三人在大火当中受伤 官员目前仍在对事件进行调查 纽约市消防局公布去年纽约市警布鲁克林仓库三级大火的起火原因 经调查之后证实大火纯属意外 与此同时 法律援助协会对于市警未能提供仓库内物品的详细清单表示谴责 大火发生于去年12月13日 纽约市警位于布鲁克林鸿沟区伊利盆地仓库发现了三级大火 市消防局证实 大火起因为一个通向出口标志的管道发生电气井喷 纯属意外 虽然没有人员伤亡 但是大火摧毁了大量的生物证据 包括过去罪犯的DNA 作为调查的一部分 法律援助协会呼吁市警制作一份仓库内所有物品的详细清单 但至今仍没有回复 错误定罪部门监督律师费尔博表示 协会目前正在处理5个无法找到物证的案件 而生物证据通常是免罪的最佳证据 该仓库曾在2012年飓风桑迪吹袭期间被洪水淹没 大约1万桶证据被摧毁 市消防官员表示 截止去年12月 证据仍存放在纸板桶中 这可能助长了火势 费尔博斥责 警方不能没有任何作为 他们需要承担责任并更好地保存证据 又指 近几十年来的技术进步 本可让许多陈年的物证用新科技重新检验 警方发言人在一份声誉中说 大火几乎销毁了所有证据 部门正在与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密切合作 逐按核实每个请求证据的位置和状态 前纽约市交通局长拜福德证实 他将出任美铁AMTRACK高速铁路发展高级副总裁 来自英国 被纽约人称为TrainDaddy的前纽约市交通局局长拜福德证实 将会在华盛顿特区工作 拜福德将从4月10日开始担任美铁AMTRACK新设立的高速铁路发展高级副总裁一职 并将负责执行美铁高速铁路的长期战略 高速铁路是美铁一个长期难以实现的目标 当局一直希望发展这项服务 拜福德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是全球运输高管 从澳洲悉尼到加兰大多伦多 以及作为纽约市交通局长 管理地铁和巴士系统 拜福德在2020年初大流行开始前就离开了MTA并回到伦敦 他曾表示时任州长库默采取了微观管理的方法 并削弱了他的职权 拜福德在担任市交通局长的两年时间深受喜爱 除了地铁的准点率飙升之外 火车运行速度也更快 并增设了现在被广泛使用的Almany非接触式支付系统 根据纽约州主机长迪纳波利的一份报告 MTA必须专注于提高安全性和改善服务 以使乘客重返地铁系统 否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机构的财务困境 迪纳波利在声明中说 乘客返回公共交通工具的速度不够快 无法帮助MTA扭亏为盈 即使取消了大多数的限制 地铁乘客量仍在下降 据统计 工作日客流量平均为大流行前65% 为了实现到2026年 将乘客量恢复到大流行前80%的目标 迪纳波利说 MTA需要专注于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务 在2022年秋季一项调查 近一半的乘客表示 使用地铁和巴士的次数比2020年减少 主要由于缺乏安全感 远程工作降低出行需求和漏洞百出的服务 在公共安全上 迪纳波利说 地铁犯罪率有所上升 从2019年地铁系统中的935宗暴力犯罪 升至2020年的1183宗 在服务可靠性方面 只有84%的列车被认为准时 迪纳波利说 MTA必须为乘客提供良好体验 同时需确保提高公共交通的可靠性和改善服务 乘客和纳税人有必要清楚资金的使用 以进一步改善乘客体验 布鲁克林工业城于本月早些时候 刊办一个全新展览 名为失败博物馆 这里展示在商业上失败的零售物品 据博物馆网站介绍 失败博物馆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失败产品和服务 为失败的发明提供所谓的迷人学习体验 网站称 每一项产品都对创新风险业务提供了独到见解 博物馆旨在激发对失败的讨论 并鼓励人们承担风险 失败博物馆展示了超过159届没有走红的零售商品 包括声名狼藉的谷歌眼镜 以及因回到未来系列而出名的德罗宁汽车 另外也包括1985年的可口可乐 以及2003年的诺基亚G-Gage智能手机 该展览由拥有组织心理学博士学位 且有心理学家执照的韦斯特博士策划 他表示自己的研究重点是提高创新力 而创新的最大障碍是对失败的恐惧 所以希望透过本次展览传达研究结果 和接受失败的重要性 失败博物馆展览将举办到5月14日 门票可在博物馆的网站上购买 请求排名字的结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